大家好 欢迎来到长熊的美 我是长老师 今天我来跟大家讲一下截止到北京时间3月29号上午9点 国内的F1签证的情况 首先中国的四个签证点 北京 上海 沈阳 广州 在今天北京放出来了5月11号的签证的预约的时间 这是一个好消息 大家一定要尽快的去预约 哪怕说像以前一样可能预约的可能会被取消 但是你也要预约 因为现在美国大使馆的消息是已经取消到了4月2号了 好 那么另外广州最早预约是9月9号 9月9号大多数学校都已经开学了 所以你这个时候如果预约到了 那可能就晚了 但是我也建议你赶紧要去预约 那么上海和沈阳现在并没有可以预约的时间 那么另外地签还是没有开放 而且有已经交过款的这些学生 那么他的签证费用有效期会延长到明年的9月30号 这个都没有变 那上面这些信息来源于签证使馆的签证处的官网 那么另外有很多已经预约到的学生收到了通知 就是美国的驻华领馆 在3月29号到4月2号这一周的移民和非移民签证的预约都取消了 如果你是被取消 那么请你赶紧去预约下面5月份的 那么我个人的估计在5月份的签证就会恢复正常了 我想在4月之中会签证会逐步的全面的开放 那么现在签证这个口如果是没有打开 会直接的影响中国的学生到美国来留学 那么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在北京时间的3月30号的星期二的上午10点到11点半 我和我的广州的同事张老师也会来讲 关于第三国签证的一个状况 还有我们会分析一下在前年去年和今年签证的这些数据 供大家能够参考 然后也大家讨论能够有什么对策 好的 这个讲座在我的视频下面会有时间和具体的如何来参加的方式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你来参加 好 如果你对今天的视频 如果有问题 意见 建议 或者有什么信息的补充 请你在下面留言 那么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也点下箱上大拇指 这样平台能够推荐更多的人 如果你对留学美国有任何的问题 一旦答证都可以来私信我 这样我或者我本人回答 或者安排我的同事来给你来解答 好 最后感谢你关注点赞和转发 我们下次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